他原本报价一个工作桌是一万七 我们自己去家具行买的话 这个桌子是开四千 我觉得这个价格差太多了 指着办公桌办公室主任还是很气愤 因为新客令委牛许霆 先前装修办公室 招来立法院长期配合厂商 但看到报价单大傻眼 因为整整笔预算多出两倍 35万额度 大家应该心里都非常清楚 殊不知来了报价单七十几万 那我就觉得这有意为之 我是觉得这样子当然就不太舒服 就觉得说那我们前面商量 你前面来看是在看假的吗 助理透露不止报价的桌子 看起来不太牢固 价格也比后来购买的贵商一万多元 连棒棒班桌子都要一千三百元 这一报价单根本有问题 我觉得他的回应让我更生气 因为他说这个一千三是同仁忘记删除的费用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一个报价单里面会有一个忘记删除的费用 我觉得你这个报价单可能不太老实 主管桌要开五万 那个图片我也觉得也没有到那个价格 太贵了 那边爆发装潢价格 服难院长韩国瑜立刻出手诊断 将总务处长周杰调任参事士参事 并带领总务处长 但在会议上以金庸小说录顶记忆的桥段 主角伟嫂宝选指挥官 有才华但更性强要善用他 有的人一心讨好 则是要注意 勉励主管用这样的标准来用人 还要主管们写心得报告 展现不一样的韩式风格 韩国瑜院长他展现他的高度 展现他的魄力 展现他的人力 那么当外界一直质疑说 我们的总务处在发包 特别是对于他的总盟会的这一部分 厂商有些的问题 他马上就换掉 新人心气象 韩国瑜院长要大力来精进立法院 各处市的人力管理 那我们都乐见其成 韩国瑜改革立愿用行动证明 他不是说说而已 欢迎新闻科冠长周承辉 科指云 叶昀娜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会访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